所以可能会有问题 大概就是说 我们要呼叫那个安养中心函数 所以安养中心函数 这个你要自己做 安养中心函数的话 就是年龄跟户籍 这两个出现的话 是或否 那为什么会需要这个 因为安养中心函数 除了可以在这边呼叫之外 表单也可以呼叫他 那表单呼叫他 自动就可以产生 所以待会的话呢 就是他填完之后 会有身份之号 姓名 生字 对不对 那这个年龄 要自己帮他算出来 户籍地填上去 最后就可以得到结果了 所以 刚刚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就把 这个东西给做出来 那基本上的话呢 就是在表单上 新增点两下 那一样 我要先知道一个讯息 最下面一列在哪里 把它加一 会产生一个R 这个R 指的就是我未来 要放在哪一列 那A栏里面的资料 就放身份之号 因为身份之号 我没改 是TestBot 一里面的资料放过来 二放姓名 三放什么 放生日 然后再来的话呢 第四个是Cumbo Box 放在不是D栏 是放在一栏里面 那这个时候 当然你现在填一个OK 不过另外两个怎么产生呢 特别注意 第一栏 这个可能比较麻烦 刚刚有同学问说 那像那个Dedif这个函数 我如果说呢 要用VBA里面没有 比较好的对应的函数 那可是我要把公式输出 怎么办 其实交对一个方法 先给他一个双引号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把这个公式 任一个都可以 把这个公式 复制起来 取消一下 以后如果说 你们要把公式 直接在储存格里 VBA里面直接输出的话 记得把公式复制 取消 第二个的话呢 切到这边来 放在哪里呢 双引号里面 不过要记得一个状 几件事情 一 如果里面 这个公式里面呢 如果有双引号的话 请记得哦 因为外面已经有双引号 里面也有的话 它会混淆 所以记得 如果公式里面有双引号 请你多给它一个 也就是一个变两个的意思 OK 以示区隔 里面的是两个 外面的才是一个 OK 第二个的话呢 输出到哪一列 未来的这个33是这一列 可是未来那一列我不知道 所以把33改成什么 改成R 因为我们上面不是一个R 把它放在这里 可是放你不能直接放 算号算号移到中间 endend 移到中间 加一个变数R 这个概念应该有吧 就是 一个变数 跟一个字串之间要串接的话 一定要有什么呢 串接符号 那一定要把它切开来 这一串 跟这一串 中间放个R 那未来如果34 它就把34 丢到这边 变C34了 OK 这个云端上其实也有了 那最后的话还有什么呢 那个最后一个是 还要输出什么 是否对 所以我可以呼叫什么 安养中心函数 那呼叫的方法就是 一 一样是在这边增加一个 什么F栏 那来源的话呢 就是安养中心函数 那我确认一下 有没有这个函数 有 所以把这个函数复制一下 回到刚刚的这个地方 他会跟我要 钱瓜糊 我的年龄 年龄不就是在这里 所以你就把什么呢 把 这个储存歌里面的资料 翻过来 告诉他说 我的年龄在这里 逗点 他要跟我户籍 户籍刚好就在这里 依然 所以把这个依然的资料 再搬一个 Ctrl 键按住 好 完成了 意思就是说 我抓到年龄 我也抓到户籍 那你再帮我算一下 他会帮你返还到F栏里面 所以好像刚刚有同学问那个 如果要判断 其实你就是写一个 类似函数啦 反正结果就丢过来就对了 OK 好 做完了 做完之后 test一下看看 如果OK的话 那今天大概就可以收工了 OK 好 这个 不过其实 写一个这东西 如果写的顺 大家也不用花太多时间 但是会非常有成就感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成就感 然后 假设随便输入 户籍的话呢 大家就向下拉一个 好 最后的话呢 把它按一个新增 OK 看起来应该都OK 好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 那程式的部分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就这个 Command button 1 被click的时候 刚刚的部分 关键应该就是在 这一串呢 其实就是把这个贴上 中间这个 是可能比较会有问题的 其他的话就 你要确认有没有安养中心函数 那画面先还给大家